吃肉居然会致癌?这些年吃的肉都吃对了吗? 肉,不管怎么做,那味道都可以让一个吃货回味无穷,但是近年来却传出了吃肉致癌的新闻,一时间让很多人惊慌吃错,那到底吃肉会不会致癌呢?我们在吃肉的时候又该注意些什么? 吃肉致癌吗? 说到肉致癌,在世界卫生组织中的致癌清单中,红肉已经成为上榜的一个,但是这些研究是基于对动物的研究中的出来的结果,在人类中的致癌证据还有待考证,而在致癌的分类清单中,加工肉质品评定为一类致癌物,红肉则为2A类致癌物 一般来说,肉在我们正常适量的食用,一般是不用担心致癌的,但是肉在烹饪的时候处理不当,那就可能会对人产生有害物质,产生致癌的风险,以下的一些肉类就要少吃 1.烹煮过度 在吃肉的时候我们喜欢把肉煮得烂烂的,软软的这确实吃起来入口即化,并且有一种肥而不腻的感觉,但是这都是烹煮过度的肉 一般来说,在200度到300度的高温烹煮下的肉,食物中的暗基酸,基酸肝,糖和无害化合物会发生化学反应,形成方足暗基,就会造成一些致癌因子的发生 2.烤焦的肉 烧烤的肉是人生的一大美味呀,特别往烤肉撒上自己爱吃的调味料,感觉吃多少都不够,但是烤肉的时候是最难控制火候的 一旦火力太小,肉不能熟透,火力太大又容易烤焦,因此很多肉都会附带住一些烤焦的部位,我们又怕浪费或麻烦就一起食用了 这种烤焦的食物里面的致癌因子是非常大的,长期食用人体的患癌风险会大大增加 3.腌制的肉 腌制肉属于二次加工的肉类,而且需要大部分的盐来进行腌制 一来可以增加食欲,二来可以更好保存,但是腌制的食物在腌制的过程中极易发生化学反应,经常食用也容易增高患癌风险 吃肉要注意什么? 可能很多素食主义者认为,肉中的脂肪会增加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危险,因此肉是他们坚决不碰的地,但是肉中却含有我们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及脂肪等营养物质,我们还是得吃的,但是早吃的时候需要注意 1.控制食用量 1.控制食用量 动物蛋白脂肪摄入过多,会刺激到体内的激素,使人体功能紊乱,易降低人体的身体免疫力 2.因此要控制肉质,因此要控制肉食的摄入量,因此在平时烹饪的时候,可以把肉切成片或丝与蔬菜一起同炒,即可少吃肉类,也可多吃蔬菜 2.选择合适的肉类 在选择肉类的时候,要尽可能选择新鲜的,另外,对于一些患有心脑疾病的人群,要选择一些脂肪含量低的,避免一些肥牛,五花肉等高脂肪肉类 3.少吃皮 因为肉皮中含有的脂肪是较高的,而且淋巴腺体集中的部位,也是不能吃的,在清洗的时候要格外留意 3.在吃肉的时候,我们要尽量选择新鲜的,采取最合适的烹饪方式,尽量避免二次加工的肉类才是对身体有益的 3.肝火旺盛以及被孕,湿气重,肾虚,衰老,三高,肝病,皮肤病等等,应该怎样调理最有效 4.想了解更多,请点击文章右上方的蓝色关注按钮关注我们 5.康爱多每天为您推送各种专业健康的知识,让你了解更多的健康资讯,走出用药物区 5.如果喜欢,欢迎点赞、评论或转发 5.康爱多每天为您推送各种专业